那接下来呢 我们就讲讲最后一个F Focus聚焦 它是在前两个F的基础之上 进一步深挖本质 锁定核心问题 主要用来上价值 或者出圈打造高光 所以要做到这个聚焦很不容易啊 需要加强有效练习 一会儿呢 我会告诉大家具体的方法 我们还是拿立体演示一下 什么是聚焦 第一 它的主题是慢就业 或者是敦足等等啊 这些其实是伪概念 起一个好听的名字而已 浪漫话语的泡沫 在严峻的现实面前一戳就破 背后的核心矛盾是什么 就是我们要聚焦的是什么呢 答案是 树立正确的择业观 所以上价值的方向可以是年轻人要不断学习提升自我 做好规划 抓住机遇 对吧 择业观才是我们要focus的点 再看第二 第二 第二当中啊 虽然题目设置了很多矛盾和问题 但聚焦的时候有一个比较清晰的指向 那就是调研工作当中走过场无时效的形式主义 四个农民反映的问题 核心指向都是形式主义 没解决实在问题 对吧 那打造高光的表达就可以是要拜人民为师 向人民学习 放下架子 扑下身子 接地气 通下情 深入更要心智 才能够切实地解决和克服形式主义的问题 我们再看例三 例三我们该如何聚焦呢 可以思考一下 这个问题的关键是不是群众的投诉 是不是同事们的愚情和议论 答案都不是 问题的关键在谁呢 在小王自己 题中的小王啊 是很多现在年轻同志的缩影 有一些年轻同志 面对不了挫折和困难 但凡有一点打击和不顺 就意志消沉 甚至一蹶不振了 这可不可以 对吧 所以 整个focus的点 在于年轻人如何面对挫折 如何认识挫折 挫折是一次练兵 是一种磨练 千磨万机还坚韧 韧耳东西南北风 天空虽然有乌云 但乌云上面永远有阳光在照耀 这才是我们最后要focus 打造高光的点 然后咱俩要看力四 力四由于是情境模拟 相对来说比较简单 情境模拟聚焦的对象 比较明确 也比较有规律 无非就是从情 能 理 利和法四个层面 进行聚焦 比如这道题 面对母亲下跪 从情的角度 我们可以说 阿姨啊 您比我年长这么多 这样可使不得折煞我了呀 快别这样 让他觉得咱们不是冷酷无情 拉近情感的距离 还可以以利的角度来谈这件事 比如说阿姨 您这样的举动啊 会引来围观的 如果上了新闻 您儿子的违法行为 可就人尽皆知了 对她的伤害可更大 这么一说以后 这个母亲但凡 为儿子着想 可能马上就起身了 对吧 要消除这样不利的影响 等等吧 诸如此类 理的角度 咱们就可以说 犯了错 要认要改呀 要付出代价 对吧 这个设计的道理在这儿嘛 试想 如果他人酒驾 撞到了您 难道会任其逍遥法外吗 诶 这是理的角度 法的角度就有点严肃了 但是很奏效 这按处罚明确规定 您这样的行为是妨碍执法 如果您站不起来的话 情节严重的 我可以采取强制措施了 诶 情理 立法 情境模拟的聚焦 在这些层面比较普遍 我们可以举一反三 因题目的不同 而进行具体的微调 这是例四 例五的聚焦 就更加清晰了 对吧 面对这样的情况 我们要敢于面对 不灰心 不气馁 认真反思 找差距 促提升 再接再厉 等明年我还来 是吧 以更好的自己 更高的标准 接受考官的检验 就可以了 上价值 就是自己 没问题 虽然说 很遗憾 但是我会更加努力的 就是这一点 最后 力六的聚焦 需要一些功底 也需要一定的积累 弹性供暖 讨论的话题 围绕标准 费用 时长等内容展开 但最后聚焦的核心 或者方案体现的亮点 是要放在哪里呢 放在城市精细化管理 和民生服务水平上 最后出圈的高光 一定是民生无小事 枝叶总观情 弹性供暖 不仅暖在百姓身上 更要暖在他们的心里 是吧 好了 最后总结一下这堂课 我们学习了 用3F审题法 即事实 感受和聚焦 来确立题目的动机 找到主旨话题 聚焦本质升华 让面试更有话说 也说得更精彩 更靠谱 接下来呢 布置有效练习的作业 你手上的任何练习题都可以 或者是在网上 找历年的真题 然后就用3F审题法去解析 每个F 用你自己的语言解析一遍 之后再用文字整理一遍 这算一轮练习 不用完整答题 只做3F解析 每道题 每个F解析三轮 记住啊 是三轮 不是三次 一轮包括两次 一次言语的一次文字的 三轮解析完毕以后 你就会看到自己显著的提升 你会来评论区留言 感谢我的啊 最后呢 是本堂课涉及的金劲积累 第一句 基层治理 是党联系群众的最后一公里 也是人民群众 感知党的执政能力的 最近一公里 所以去基层搞调研 我们就可以把这句话 用在其中 提升档次 第二句 用脚步丈量民情 用真心倾听民意 用行动温暖民心 第三句 锤炼意志力和坚忍力 学会把磨难当磨力 把挫折当存折 在火热实践中 练就一身钢筋铁骨 所以面对小王的问题 那么消沉哪可以呢 对吧 年轻人就应该有这样的魄力和姿态 下一句 年轻人绝不能懈怠麻木 痛失机遇 而应激发更强的紧迫感 使命感 责任感 抢抓机遇 成事而上 抬高坐标 创新实干 积极就业 承担应尽的家庭和社会责任 这是对于年轻人慢就业 我们可以总结凝练的金句 下一句 集中攻关 捏纸成拳 形成最大的合力 放大整体的效应 最后一句 破除路径依赖 求稳的心态 要树立 勇闯新路的 破局思维 好了 本讲呢 就到这里 我是老木 公职面试高阶课 我们下节继续